妈呀,太香了,五花肉第一次做出这么绝的味道 超过水的五花肉,先切块再切丁 倒入锅中,加姜蒜小火慢慢边炒出油汁 倒出油汁,放一边等会儿还有用 有了这包料啥调料也不用放了 再来一罐啤酒拌碗水,倒入砂锅,扣盖 我也学着人家淋一圈白酒,开大火焖煮 这时候可以用盛出的油汁炸一个虎皮鹌鹑蛋 倒入砂锅,继续小火焖煮40分钟 红烧五花肉就做好了,软糯Q弹 这味道能香到你跳起来,废话不多说,我先开吃了